在这次节目里,介绍陈子昂诗《春夜别有人》第一首,刘洋忠写稿 银竹土青烟,金尊对起盐, 离藏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莫小天,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在唐代诗歌《万子千红》的大花园里, 五颜律诗是一个历史较为悠久的品种, 早在六朝齐梁时期,这个品种就已经有了雏形。 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执政的初唐年代, 经过王博、杨炯、卢兆林、洛宾王四集, 和杜沈炎、宋知问、沈全七等一批作者的细心耕耘和辛勤浇灌, 五颜律诗发育成熟,并未为大官了。 他在其他禁品诗之间,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定格和多种表现技巧, 产生了大量堪称典范的优秀篇章, 和上述作者同时的陈紫昂。 他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培育新品种, 而是充分利用旧形式。 他热心于标具风雅笔性, 追求捍卫风骨, 有意打着复古的旗号来革新, 以钢剑质朴的风格, 去反对只重彩丽的奇良于风。 因此,他在体材的采用上, 相应的以汉位以来的五颜古诗为主。 在他的全部诗作中, 以五古写得最多、最好。 不过, 这并不等于说, 陈紫昂对新兴的进体诗不感兴趣。 相反, 他在五颜律师的创作上, 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高手。 宋墨原初的评论家方回曾经指出, 普天下都知道陈紫昂善于写古体诗, 并且扫荡了南北朝时的启迷诗封, 殊不知, 他的律诗同样写得很精美。 方回在这里所说的律诗, 就是五颜律诗。 因为陈紫昂一生专写五颜诗。 他的诗基本上就是两大类, 五谷和五律。 他的这两类作品风貌大不相同, 以感育三十八首为代表的五谷, 往往观设当时的社会政治, 寄与作者对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态度, 风格, 悲壮, 陈玉。 五律, 则多用来写警言情, 抒发日常生活的感受。 风格清新明快。 这篇《春夜别有人》就是这样, 他书写了朋友之间真挚而深切的情谊, 是陈紫昂同类诗篇中的上品。 《春夜别有人》共有两首, 这里所选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诗大约写于武则篇光宅元年, 就是公元六百八十四年的春天。 这时, 年方二十六岁的青年诗人, 告别家乡四川摄洪县, 奔赴东都洛阳, 准备去向朝廷上书求取公民。 临行前, 有人在一个温馨的夜晚, 设宴欢送他。 席间, 有人的一片真情, 触发了诗人胸中的诗巢。 面对竹光下, 金波炼宴的一杯杯美酒, 他不禁歌唱依依难舍的惜别之情, 歌唱自己的远大抱负。 这首《留别之作》, 就从眼前宴会的情景落笔。 银竹吐青烟, 金尊对启盐。 这开头一连就用对账。 五七言律师, 一般只要求中间的两连用对账, 也有开头一连用对账的, 施加称之为对启格。 这种格式能增加诗歌语言形式的对称之美, 并且使得所描写的景物或情势更加鲜明, 更有层次。 银竹 晶莹洁白的蜡烛 这是用银字的光亮来比喻沿袭上蜡烛的颜色。 尊 尊 酒杯 金尊 形容酒杯华贵考究。 启言 华美的言席 这两句专门铺写夜宴的场面, 大义是说, 晶莹洁白的蜡烛, 燃放出阵阵清烟。 我们面对着华美丰盛的言席, 举起了真满美酒的精盏。 这里用词比较华丽, 目的在于通过对场面的由衷赞美, 来烘托出友情的深厚。 华美的言席固然令人兴奋和留恋, 但它是为送行而设, 所以不免又符合了一层离别的气氛。 使在座的人在欢声笑语之后, 渐渐惆怅和伤感起来。 第二连 第二连 离堂思琴瑟, 别路绕山川, 阴景抒情, 情景交融, 成上连而斗出离别的主题。 琴瑟本来指乐器, 但因《诗经》录名中有 《我有嘉宾古色古琴》的句子。 后世就常用这个词来代替 宾客朋友之间亲密的情谊。 丝, 哀怨的意思, 丝琴瑟, 指会上所奏的乐曲, 透出了不忍离别的哀怨之印。 这两句连续上文, 意思是说, 宴会的主人在堂上安排奏乐 助信, 这本来是盛情可感的。 可是, 一想到行将远别, 踏上山山水水的征程, 便觉得琴瑟声中含有无穷的哀怨。 因而金杯空队, 佳肴美酒, 也不能下院了。 这两句诗是从南朝著名诗人谢挑离叶诗中, 离堂花竹尽, 别晃清秦哀, 两句点画而出的。 但比谢挑的原句更自然, 更能确切地表达诗人此时此地的情感。 这一连对仗, 堪称公队。 在初句和对句中, 离对别, 堂对鹿, 琴瑟对山川。 在本句之中, 琴和瑟自对, 山和川也自对。 这样精巧工整的对仗, 显得浑然天成, 丝毫看不出浮凿痕迹。 由此可见, 作者对静体诗的技巧, 掌握得很纯属。 第三连, 明月引高手。 长河墨小天。 一又一转, 把笔触从室内, 移向了室外, 去专门描写夜空的景色。 诗人为什么, 要这样转动描写角度呢? 原来, 这两句并不是泛泛的写景之笔, 而是解言习的背景和时间的漫长, 来进一步应称。 来进一步应称别琴。 长河至银河, 墨小天, 是消失在鼠色之中的意思。 这两句名为写夜景, 实际上仍然是写夜夜。 她的大意是说, 宴会从入夜, 一直延续到浮晓, 时间在悄悄地逝去。 朗朗的明月, 早已从高树之后引去, 银河也消失在黎明的鼠色之中。 这里通过引焰之长, 写出了离情之深。 这种以景称秦的手法, 比正面宣写抽象的离情, 更为生动感人, 更爱人寻味。 最后, 诗人以悠悠洛阳道, 此会在和年的问句作集。 悠悠, 遥远的样子, 洛阳道, 通往洛阳的路。 这两句诗说, 取洛阳的道路十分遥远, 这一分手, 谁能预期到, 何年何月, 才能见面呢? 感情真挚缠绵。 全诗因反复渲染离情, 而带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 但是, 诚如我们上面所介绍的, 作者这次慈家北上, 是为了报效朝廷, 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在《春夜别有人》的第二首中, 他就坦率而自豪地向有人宣告, 怀君欲合赠, 愿上大臣书。 他对有人, 没有什么世俗的礼品可赠的, 只愿有人理解和支持他, 这次去都城上书的行动。 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 所以, 诗中虽然有那么一点感伤情绪, 但他的基调, 却是高昂而明快的, 而没有给人以低沉欲结之感。 读完这首诗, 我们会感觉到, 他通篇抒情意味浓厚, 语言优美。 但如果一句一句分开来看, 却没有什么惊人之语, 诗人不屑于在字句上精雕细琢, 也不愿肤射浓墨重彩。 除了开头的一脸, 为了表现严习的丰富, 而适当选用华丽的词枣以外, 其余的部分, 多用平淡自然之语。 诗人所拙意追求的, 是整首诗的浑厚完美, 是格调的高谷和境界的博大。 这正是陈子昂集字中, 那三十来首五颜律诗的共同特点。 清人纪云说的好, 此种诗, 当于神谷气墨之间, 得其雄厚之位, 若逐句拆看, 即不得其家处, 如弹磨其声调, 一落空腔。 最后附带指出, 春夜别有人, 虽然通天都是写诗人眼前之景, 心中之情, 但也明显地继承和借鉴了前代诗歌的成果。 近代学者高不赢, 唐宋诗《己要》中, 引清人的话评点说这首诗, 从小谢离叶一首脱话来。 小谢指南朝诗人谢朴, 这是一个写景言情的高手, 连大诗人李白都对他很佩服。 离叶也是写一次鉴别叶叶。 陈子昂的春夜别有人, 在场面描写, 景物烘托和浅词造句等方面, 都明显地受了小谢的影响和启发, 甚至有画用谢诗的痕迹。 比如,明月隐高树长河墨小天两句, 就脱话于谢朴的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 但是陈子昂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倒席前人, 而是推陈出心, 使得清胜于懒。 这主要表现在陈诗在结构上较为复杂, 艺术上更为纯属。 抒情方式除了最末一句以外, 都是从异象描写中自然地流露感情, 做到了通篇情景交融, 深挽动人。 在秦和景的安排上, 他先后以浓烈的色彩, 铺写宴会之美, 然后以婉转的笔触, 透露出离别之仇。 再以宏大的夜景和时间的推移, 暗示宴会之久和友情之长。 最后以展望征途来结束全篇。 结构井井有条, 并有一种一层深似一层的含蓄之美。 现在把这首诗再朗读一遍。 银竹吐青烟, 金尊对启盐, 梨塘丝琴瑟, 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 长河莫小天, 悠悠洛阳道, 死会在何年? 各位听众, 刚才介绍的是陈子昂诗《春夜别有人》第一首。 刘洋忠写稿